哈喽,哈喽,哈喽,啊,浪泰,诶,嗯,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运营这个圈罗了,然后我就想今天,就突然想到很想拍这影片,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几年没有拍影片的时候我在做什么,然后为什么我想重启这个圈罗,然后未来我的想法,对, 其实呃这个channel以前一直在focus很多就是讲广东话 然后也讲很多可能关于投资crypto啊的一些事情 其实当时候一直运营的时候压力很大 就我感觉是I treat them as a business 就我觉得好像为运营而运营有时候为了出影片而出影片 就很大压力 其实有时候I do really care about like 那些community的人怎么说 对吗压力很大 那现在呢或者这几年改变呢就是呃我看看一点 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把这个频道作为一个 我的一个热记去记录一下我每一刻想法 呃每一刻视乡世界怎么变怎么变化 然后我当刻的想法对吧 然后I treat like as a business 然后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对吧 我想出影片说出影片 不想出影片的时候就不出影片 没有压力啊不看留言尽可能吧 然后我想怎么想说什么语言说什么语言 对吧喜欢讲 普通话讲普通话 广东话就广东话 英文就讲英文 呃因为这几年其实发生很大变化 这几年呢就是我大概其实也 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呢其实都在北美 然后呃我我算一下其实我现在一年大概飞几乎三十次对吗就飞到美国呃欧洲亚洲 东南亚日本韩国香港国内去很多很多 以前我做项目的以前是做交易所当然没有做得很成功 可以的 research team 去做研究 to bring my global horizons 给大家看到一个国际国际化的视野 就是啊 虽然我主打的还是讲中文 但其实有很多很好的项目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未来接下来 我很多一些interview跟founder的聊天 都是用英文 但是有时候自己讲话 所以自己跟自己讲话的话 就是用中文 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 给大家一个like more international的一个horizons at the same time 就是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 去或是从我个人的角度 个人角度去看一下这个市场怎么变化 重点呢 就是be myself and be simple 我不想搞太多发哈尾啊 花巧的东西 就是不需要什么video editing 就很简单 就现在用电脑拍 不需要做任何的特效 其实挺舒服了 然后 其实 我就很想 呃就为什么我会重启这个频道也是呃 我尝试做一些新的英文内容 但我一直觉得感觉没有很对 啊我回想了一下 然后今天突然我感觉到有一个灵魂后救啊 就是这个灵魂 后救不再讲中文灵魂后救 然后I feel like I got a message from the god just calling me 呃去重启这个channel 然后我也发现这个是我的根 就呃这个channel 现在来看其实还有一万多粉丝 呃我不想放弃我的根 这个频道也记录了我 呃几年内的几年来的人生 的一些变化对吗 从我年轻到变老 从我头发怎么怎么的变化 嗯 所以我还是想继续运营嘛 就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 呃投资日记吧 对啊 不是投资日记 就是我的日记记录我的人生 这个部分 just treat it as a social media right and 所以未来呢 the content 就是query crypto 也会有自己我想说的一些人生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可能AI吧 对看吧 看情况 就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没有什么压力 呃 但是我觉得拍的方式比较简单 就我不想搞什么很特效的东西 就是 所以可能like the video resolutions or the video quality like may not be as fancy as like others but 我就觉得 啊 啊 简单就好了吧 对吧 简单就好 然后 这个也是我的特色 对吧 不需要搞太复杂的东西 所以未来呢 就是希望大家 啊 还是多包容吧 对吧 也都appreciate一下 我觉得不同的content creator 因为我觉得做content 做content的其实很困难 啊 所以 对啊 所以未来呢 就会有 a series of content that's going to publish and try to bring you like 一个 不同视角去看 整个crypto市场嘛 然后 希望 如果有一点点的东西是可以 给到你新的启发吧 就like if there's something that can inspire you a little bit 我已经很感恩跟开心了 所以做这个频道的目的 除了记录一下自己的想法 记录一下自己每个人生 的经历 跟我的每一个阶段 我也希望 我的故事 我的经历 可以 给到你一些新的 看法 或者看事情的角度 if I can inspire you a little bit like I feel really grateful actually 所以就是这样吧 好吧 那就 就未来见了 拜拜